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來TOYS TV 名人堂 繼續有梁榮忠和Walker 當然有我們的嘉賓麥妖權麥道 大家好 之前我們說過麥道的新作品就是《屬山》 如果大家未看的話 看上一集就會知道 但這次就想像你的師傅徐克導演一樣 很前瞻他拍的東西 我覺得快了整個十多年 我覺得是二十年至三十年 我想看麥道你怎樣看香港的電影 因為近十年我經常聽到他說 香港電影沒落了 沒有的了 從你的眼光你又怎樣看香港電影 因為我是2006年我就上了北京 但你的事是入行的 我1996年第一部是西尾熊師 我第一部入行 王飛鴻 也是李宗盛最後一部 就是王飛鴻 跟著就跟隆師傅 就在黑俠 一邊上樓逆流 一邊過去 熟山之後我就離開了 然後我在2006年 我就上了北京 就開始在大陸慢慢慢慢接觸整個影視圈 由他們開始到突然間爆發 在你的眼中是突然間爆發 因為突然間錢就沒有了 總之來了 是經濟影響了整個影視 剛剛也是我們香港 我們所謂 我一直聽人說是沒落 對我來說我其實挺有感觸 我覺得可能是一個沒落 但其實如果你們真的要去分析一下 你們可以做一個統計 其實現在前十的電影或前十的電視劇 都是香港導演 我們所謂的沒落 你們的意思是中國前十 大陸前十的電影都是香港導演 對 或者是電視劇 都是香港導演拍的 當然會慢慢慢慢再被他們禁 其實我一直聽人說 香港影視沒落 我覺得不是 我只不過是轉了形式 其實我們轉了另外一個 因為大陸實在是人口太多 他的基數完全支撐到 變成很大批 好像我們這些 就會上去 相對來說 香港生產會少了 因為始終他七百萬人 是吧 是一個小的市場 我前天去惠州 他們說 惠州原來有六百多萬人 但有十一個香港這麼大 你要明白這件事 就是他的基數實在太大 我聽過一個 因為這個討論 即是在網上立得熱熊熊 曾經有一個說法 一方面就算 好像你這樣說 香港很多年輕人 還是熱衷於創作 或者將平台放在網絡上面 現在有些新導演 新演員出現 亦都有幾套戲 可能將會 或者已經在國際上 或者在影展上面 佔老頭國 但是另外一方面 有一些說法 就是 香港電影未必是沒落 但香港電影行業 就會沒落 意思就是說 香港電影行業 養不到人 即你可能會連拍的戲 會獲得獎 但是電影行業的人 不能夠在這個行業裡面 只靠電影賺食 即很多導演 或者電影工作者 就是幕後人員 他們可能平時要駕駛的士 是的 即是行業是沒落 不知道你經過了這麼多年 你的看法會不會覺得很… 有沒有出爐 這個是這樣的 以後都會是這樣 我覺得是一個過渡的時期 因為過渡的時期 大家要找一個方法 因為八、九十年代 確實是香港電影最蓬勃的時候 那時候是拍什麼都可以的 還有是… 賀碎片也有幾個檔期 那時候是有個明星的名字 你已經可以賣錢的年代 那時候譬如 阿忠哥你是男主角 轉頭就打給海外化岸 阿忠哥是男主角 台灣 拿五萬元美金 開得公 立刻開公 那時候是劇本都沒有 沒有的 你不用現在寫幾句劇本 在籠底裡隨時拿出來 那時候也是人才最好的年代 真的怎樣拍都可以 現在我們看回 十幾天拍一套戲 那些是經典 你現在怎樣拍都拍不回去 同一個演員可以同一天拍幾套戲 還有可能有時候真的… 我們沒有辦法了 因為影視是一個偏門來的 可能這個就是走近一個運 運在這裡的時候 你再運中 你什麼都可以 但是現在只不過是那個運要轉 因為始終是三十年河東 三十年河西 整個城市的運都轉來 現在我們以前大陸的人 一直湧過來香港 現在我們湧上去 現在反過來我們要偷渡上去 是不是 我覺得其實 不是一個悲哀的事情 你覺得是一個過渡時間 我們覺得是應該… 因為我們怎樣都要面對 所以我其實今次 我回來了 我見到很多朋友 其實我都跟很多朋友說 其實我們現在面對新一代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傳承 因為我們把我們的經驗 告訴他們是怎樣的 因為他們可能有很多已經脫了 因為有很多前輩真的上去上面 現在好像面對青黃不摺 還有香港有多少套戲開 以前在說 看午夜場看死你 你選哪一套 現在好像50套 一個星期不夠一套 所以其實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去面對這個問題 還有為什麼這個問題會產生 我覺得要給一些 未來的導演 或者從業的人的機會 以及將我們的經驗給他 如果這個就是過往會這樣 接下來呢 你覺得香港電影應該走一條什麼路呢 將來 如果要走一條什麼路呢 其實是這樣 因為我2006年上去的 當時很多大的電影公司都問我 他們說你是香港來的 有什麼好的題材可以拍的 當時是2006年 看電視 那些男主角全部都40歲以上 現在也是 現在是因為他大了 現在不是射的 現在可能是50的了 登錄了 那班 登錄了 現在也是那班 那時候我就跟他們說 我想拍校園青春的片 然後 不是得罪 他們說你簡直是這樣的 你是香港來的 我們沒有人看 什麼校園 什麼愛情 什麼青春片 我們沒有人看 然後 當然是 不歡而散 然後大家都知道 九把刀 九把刀影響了台灣 泰國也拍校園片 影響整個亞洲 其實沒有說我不看這件事 只不過是那個 人民的教育程度 社會經濟程度 去到哪的時候 或者是投資方的教育程度 這個是真的 所以導演或者編劇 就是在看究竟 那個社會 或者那個世界 是看什麼 是 給錢的人 就是看他自己 喜歡看什麼 是兩個界面 兩個界面 完全不同 所以 談不到 真的談不到 你作為一個電影的創作人 你覺得 你會 我最想要拍的東西 或是拍我觀眾想看的東西 這個點 就是 首先你要變成一個觀眾 然後 我喜歡看什麼 你再算一算 商業元素 究竟是 如果我拍這件事 可以不可以呢 如果我要求找老闆 投資方 投資我拍這個 究竟成數有多少 而我又喜歡不喜歡看呢 這是一個 很多人就分不清這個 就是 好像你剛才說的 就是 譬如 現在的投資方說 我要吃豬扒飯 那 那編劇 不是 雞腿飯好吃 我就給他雞腿飯 投資方說 大哥 我要吃豬扒飯 給雞腿飯 不是 雞腿飯可以有咖哩汁 可以有黑椒汁 可以有蒜蓉汁 我要吃豬扒 其實就是這樣的問題 其實當你 變成 你變成了投資方 你會想一下 既然他要我做豬扒飯 究竟做一個什麼的豬扒飯 給他呢 即是在有限的空間 你去發揮 你自己無限的想像 這個就是 我覺得 第一 我們不會要 投資方無險 第二 又是 可以做到我們想看 當你如果真是 成了名 那你自己有錢 那你就可以去 再去拍一些自己 但是千萬不要第一步 就是想拍一些 我自己想要看的東西 就是 你拿著別人的錢 滿足了 付錢的 都是老闆 老闆 當然 可以放手 給導演去拍戲的投資者 是不會出現的 作為導演的 就算我自己也是 我不會 遐想有一個這樣的老闆出現 是不會的 那麼多位導演 或者准導演死心 通常給錢那個 是想你拍一些他想看的東西 很無奈 這個是這個是 其實我現在 講回我現在 剛剛做那套電影 熟山 我很多謝我求之方 因為其實他是 基本上放了手給我去做 那真是恭喜你 因為我懂得做特效 我又懂得寫劇本 其實我寫劇本的時候 我每一句 我已經想到大校怎樣做 所以他們看劇本的時候 他就會相信我 如果是這樣 未來特效加自己寫劇本 自己做導演 這個是不是就是 脈道理將來 未來想走的方向 會的 因為第一 為什麼特效我們經常說 這麼貴 特效貴是什麼原因 其實特效一定會貴 但你怎樣令特效可以合理化 第一 導演一定要認識特效 因為很多導演 他根本不認識特效 他在現場錄補警 就是特效公司的人 我想大部份都不認識 對 特效公司說 導演你這樣拍 拍完我們做 導演是 這樣說 好 就算有鏡頭 他也不知道後面是怎樣的 你做出來讓我先看 做出來很嚴重 因為一做出來 特效你要看到 就是差不多完結 就已經給了一個完成畫面 導演覺得 不是啊 我不是這樣想的 那我要轉一轉的時候 然後 重新又再做過 如果不行 投資方就說 不行 這間 第一 可能公司的人不滿意 不如換公司 一換公司 又重新又做過 有很多戲 大部份的特效片 是換幾間公司 所以為什麼才這麼貴 很難想像 換來換去 你換就重新再做過 所以為什麼會這麼貴 和會這麼長時間 其實很多錢都浪費了 是 這個是的 但是為什麼人家在Hollywood 因為他有一個工廠的一個模式 他已經知道哪間特效公司 可以做到什麼級數的電影 然後再分流出去 還有他們現在有一種技術 雖然是特效 但是他的背景是即時投放在螢幕上 是的 我們也可以這樣做 其實現在我們已經做到 因為 不要說現在 其實2000年的時候 我師父都說 其實我們在用的軟件和硬件 和Hollywood那一套是一模一樣的 為什麼人家可以做變形金剛 我們做不到 就是這個問題 同一個軟件 不同的人用 是的 因為我們永遠是看它 而不去創作 我們有這麼多東西想說 但是也要問 因為Toys TV是玩具TV 我想問 如果用一件玩具 文貴人喜歡玩玩具 用一件玩具 去形容一下 現在的香港電影 你會選擇一件什麼玩具 哇 這個實在很深 用一件玩具 比如你喜歡Star Wars裡面 會用什麼 或者你不姓物語 我反而會覺得 哥斯拉會比較接近 因為它是 它是不斷死不斷再重生 這個是 就算最新那一版 我們現在就算在這個 包括 這個電視劇 哥斯拉新的那個 它都是在說這件事 就是它怎樣會死完之後再重生 然後它再吸收它的 輻射 然後又再重生 我覺得香港的電影 是 在這麼 輝煌 去到一個谷底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它就是現在 在吸收這個 輻射 再重生 等一天再爆發 因為所有的東西 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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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接觸香港新一代的電影的年輕人 現在在努力 那一班 你覺得他們是怎樣 我覺得他們是很努力 只不過是 現在不是一個機會 但是 當你覺得不是一個機會的時候 你要更加努力 我現在告訴你 你屋門口有金 你都要掘的 你不掘那個金 你掘不到出來 所以我覺得是 努力是 當我們處於低風的時候 我們更加要努力 我自己以前是做編劇的 所以我打過很多份工 我做的工種是多到 嚇死你 即是你是元祖級的邪降族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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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聽 我連解剖都學過 但是 無可否認 你越學得多的東西 對你編劇的修為就越深 當你越學得多的東西 你會覺得自己原來 學得很少 是 當你有這個心態的時候 我覺得 我希望給到現在 接下來的 年輕人 就是 包括 我師父現在 年齡七十幾歲 他仍然每天在學 每天都不會問我們 有什麼新的東西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未來電影就是 就是這樣 還有大堆想和麥道一起聊 分享一下 不過我想回去上兩集 就是和 Brian和德哥聊的時候 問過麥道有一個問題 就是究竟你看 什麼科幻片 那你就說了伊士巴 然後我衝進去 我也忍不住 我不懂 你不懂 我不懂 我也是看那個 1967年 在日本第一次播 那時候香港好像叫太空小英傑 我已經不記得中文名字 我記得伊士巴 總之 總之 他有一隻鳥 有兩個外星人 進來地球的時候 不小心 就撞 我忘記是否撞死了他媽媽 爸爸 然後他說 不行 我們好像 這個年輕人很不住 於是 就上了他媽媽的身 然後就寄居到鳥 那裡 鐵鳥 那隻鳥會和伊士巴聊天 給他一些科技 然後那個小孩 走走走 在那裡喊 伊士巴 然後飛上去 我記得 太白了 為了多謝你 這幾個星期以來 和我們聊了這麼多 我再唱兩句 那個著迷曲給你聽一下 還記得 我記得 發生什麼事 果然是 厲害 我們是那個年代的人 果然是後輩 我真開心 完全沒有老年齡 多謝北道 我希望可以很快看到你 每一次熟生你的重新演繹 第一時間通知我們 我們捧著 好的 多謝你麥為權導演 多謝你麥為權導演 多謝你 多謝你 你倆本來三世情人 只因雙方仍未覺醒 天節易度 請往文靠 你手中此箭曾是灵影天尊炼魔之物 此箭不过能择主 若非真主人 想得此箭必有其货 尊炼魔之物